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安徽一个实力强豪 他光在21年 公棚加济养棚就飞了9个冠军 也是我们安徽数一数二的强豪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边是他的一个歌舍 然后呢 这个歌舍的话呢 正在拆迁当中 我们也来看一看 今天早上我发作品 我录了一个就是他们家 我们安徽人经常 安徽人都会养到的一个品系 就是智者869 然后他最早期的是引进了很多的 引进了智者869的歌子 还有很多的这个圆环 很多的国内的实战的歌戏 马总 马总鸽子还蛮高的 马总有一米八 我个手 你好 带大家去看一看您的展厅 这边是拆迁工作正在进行 这边猜的也差不多了 您是21年跟 21年跟季养朋友跟公朋友 飞了有9个冠军 是吧 咱们之前聊天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都是21年飞的吗 21年的冠军 这是公朋友的冠军 云外水装 这个公盟实力 这个是冠军 是奖金是50万 冠军是50万 这也是冠军 这是那个 山东的 对 这就是职业赛场的冠军 季养棚的 云外季养棚的冠军 这个奖杯好看 这也是 这也是去年第一关的冠军 这22年的冠军 这也是 这有了多 21年的冠军 21年的 21年应该是多的 在云外水装拿个大团体冠军不得了的 因为我们江苏的这个棚 高手很多的 对 因为不是 只要打职业赛的人 基本上打我们云外的 基本上都到他这个 公棚里 去试试 因为他赛线是一样的 公棚跟季养棚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高手都迎急 这是连续两年 在金凤凰 公棚决赛费冠军 这个是20年的冠军 21年的冠军 然后这个是云外季养棚的一个 割王六 五关的割王六 这鸽子要是算了赢奖金赢得多了 他如果算的话 每一关的话 他都你这后三关全在前十 亚军 七名六名 这个 这个就是西楚霸王 西楚霸王 这就是西楚霸王的直接的一个外孙女 西楚霸王在前几个月 在前几个月去世了 对 这个鸽子最牛的话也就是在开尔菲的那个亚军那个 因为我看到很多主播来都会拍这个鸽子的都会拍这个鸽子的作品 然后这个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冠军的照片是吧 对上海之后 这个眼睛漂亮 对这个眼睛特别 这个鸽子现在还在吧 这个鸽子在 待会可以录一个作品 然后您家主要都是有哪些品系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是战胜老白眼 考古曼 智者869 苏巴鲁 主要是四路打底的主学 然后现在近几年的又已经进一些快的鸽子 比如利奥呀 奶酪啊 嗯 还有前几年的以前的老的商节是呀 参进去 就是像比如说智者869啊 或者老白眼啊 这些是老品系的鸽子 是不是就是比较稳 然后后期 应该这是几十年积累的 积累的干嘛 精华 嗯 稳 稳中带快 稳中带快 对 应该 这几年的话冠军 也飞的蛮多 以前的年轻时候出的冠军是最多的 现在呢 年龄大的话 现在基本上都是孙代 孙代在飞 孙代 真孙代 或者 最多的时候飞了 应该老白眼这时候飞了十几代 就是老白眼跟西蜀霸王 这 他们这两个应该是发挥的 因为养的时间比较久嘛 代数应该是发挥的最高的啊 这这这两路鸽子在那里飞的蛮好 嗯 再开 再开是非常好 我是再开 老白眼那开的决山来走五迷 然后呢 哥友引进去 和最后 这路鸽子的话 应该两年 两年给他赢奖金 上千大不了 嗯 行的 一直都想来您这边啊 然后今天才有这个机会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陆续的 然后也发一些作品 大家呢 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八点 给大家来看一看 马总的好鸽子啊 所以这只鸽子啊 都知道啊 咱们那个 镇江的 汤西涵家里的 智者869 冠军出的最多 嗯 来了之后呢 就是有一个小遗憾 就是呢 马总家 有一个智者巴黎 有一个大名歌 就是西楚霸王 那只鸽子 就是很多主播 来了之后 都会给那只鸽子 录一个作品 对 那只鸽子是一个 07年的嘛 呃 就在 年前年前 年前 年前 对 已经不在了 年前就不在了啊 所以说就 蛮遗憾的哈 因为那只鸽子 是出了太多的 好鸽子了是吧 那个鸽子延续冠军 延续的冠军 延续的比较多 然后包括就是 资源出去 飞着 打开 决赛 亚军 竞赛的冠军 赢了 奖金是 1470个拿 就是用 别人用这一部鸽子 在凯尔都赢了 上千个了哈 对对对 那么那只鸽子 已经不在了 然后看我手里 这只鸽子哈 我感觉这只鸽子的 外在的 羽毛跟那只 西蜀霸王 应该是很像的一个 遗传了他 外公的鱼饰 这只鸽子是 西蜀霸王的孙代 那么这只鸽子 本身是400 上海的特别环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职业棚 没有寄养棚 那个时候是 您跟 汤锡汉老师的儿子 对 汤尾 汤尾一起 这是上海的 在打的是 上海寄养棚 这是400公里的 九名 400公里的九名 500公里的冠军 1000公里的冠军 一个09年的鸽子 我感觉这个肌肉 非常的棒 就是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他已经飞过 500公里的冠军了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放1000公里 因为想试一下极限 对对对对 这主要想试一下极限 这一路鸽子到底能飞 飞成什么样子 就我感觉是西蜀霸王的孙代 如果500公里飞冠军的话 如果放在我这里的话 肯定是不忍心再去放1000公里了 但是不负众望 他1000公里又飞冠军 那么他的孙代孙代应该也是发规的 就是他自己本身 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 听马鲁介绍 就是他自己本身 直接作与过巴宇的冠军 是吗 他飞过冠军的第二年 第二年就做子弹 就是飞冠军 他的子弹 他年轻的时候飞过1000公里冠军以后 第二年做出来子弹 就是飞是上海市杂卫区的500公里冠军 然后在我这里孙代 曾孙代 曾孙代 中共他是五代代代飞冠军 包括你看到这个歌王冠军 这也是他 这个是决赛的12名 公鹏的 我们安徽的一个牌 他是预赛的季军 预赛的季军 对 决赛的12名 他是三冠歌王的冠军 分数的冠军 三冠歌王排名赛的冠军 然后这一路上面 歌王冠军飞了好几个 就是这一个歌子 不仅有志泽869的血统 还有融入了苏霸龙的是吧 对 他有50%的是苏霸龙的血统 他的父亲是纯苏霸龙 就是我 因为我来的时候呢 我也做了一些功课 因为我本身呢 因为志泽869这一路歌子呢 我也是听别人讲了很多 就是这一路歌子 是不是容许性是非常强的 对 应该在国内的话 应该这一路歌子的话 冠军应该是在中国 应该出的是最多 应该几百个冠军 就是这一路歌子 对 冠军都有几百个 对 就是我听文章介绍 就是说这一路歌子 如果给他配上快歌子 他就会很快 如果 869以前绝配的话 就是什么呢 869退出 这是属于他的绝配 冠军 现在不是在我一个人手里 可以冠军 对得对 其他各有费的也特别多 这是在我们安徽 福洛 这个在我们安徽 也是非常聪明的 他应该在华东六岁 不是说就是在我们安徽 不只局限在这么小 说小了 对对对 那么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八点钟 我们来欣赏欣赏这个 马总的这些 这个家族 来个公鹏 冠军对冠军的 今天晚上 来 咱们先看照片 我手里抓的这只鸽子 是公鹏决赛的冠军 同时 也是鸽王的四名 这个眼睛 然后 他是一个母鸽子 他配上了这只鸽子 这只鸽子 是公鹏决赛的六名 同时又是 分数的鸽王冠军 决赛六名 当时又五千多余 对 然后 他们俩配对 他们俩配对 今天晚上 有一个孩子 那么我来介绍一下 这个瓷鸽的血统 这只瓷鸽的父亲 是一个纯苏巴龙的 然后 他的母亲 是一个纯的 智者869的 然后 这只鸽子 给我的一个感觉 公鹏决赛的冠军 你看看 他的一个肌肉 这个就是真的 就是肌肉 没过了龙骨 肌肉比龙骨还高 他还是 九项叉组的 全部冠军 九冠王 九项叉组的冠军 那么 加上决赛的冠军 那就是十冠王了 这加大团体的冠军 还有大团体的冠军 还有大团体的冠军 那么 我们说这只鸽子看看啊 这只鸽子配上了这个熊 让马董给介绍一下这个熊鸽 熊呢 是我家老白眼的老 母亲呢 是 保时捷911的啊 这个是我家老白眼配911的完美结合 他父亲这边是考夫曼队的老白眼 呃 是老白眼队的考夫曼队的 对对有一点 有一部分 考夫曼的血 但是他的余色 出的是保时捷911上面去的 嗯 眼睛呢 是老白眼的眼睛 哦 哦 那么今天啊 马董说第一次啊 第一次拿出来他们的孩子直接分享啊 是在我家里从未有过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很年轻 嗯 这是赚爱巴紧 我是留下来 打比赛的 今天 累日到我这里来呢 要特别支持一下 那么这两个鸽子 我感觉在玩工棚的话 拿上拿上他们的一个纸袋 应该就不用到处已经鸽子啊 这个不是 我现在开的车赢的车 嗯 就是直接他的妈妈直接直接坐 武汉 我在武汉就是一关上岸 嗯 我现在开的别克车 就就是他妈妈 就是他的平北国际 嗯 就是您这个 这个是职业赛 嗯 职业赛 公共 哪里都 地方赛就不用讲了 全非 就是反正就是说 这个里面有这个老白眼的嘛 老白眼已经发挥到十几代了 对对 嗯 然后还有考出卖的血统 包括最新紧进的保时捷解决药 这个路 这路应该上千达 就是 就是他们应该要几千达达 这个家族 这个家族 就是您的讲 因为这个家族的话 以前我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中国第一届的 金 那个金沙的话 他的爷爷是金沙的 学 应该是四关各王的六 如果不会漏少的话 他的爷爷是第一届 中国第一届的那个什么 各王的总冠军 哦 所以他的爷爷以前取名叫汉将 汉将 遗憾的汉 因为什么呢 漏少 遗憾的汉 对 遗憾的汉 汉将 那么这只鸽子我估计也没少拿吧 这只鸽子拿了多少 80多个打不了 在宫棚其实拿80多个应该很厉害吧 对 就这还没有擦满 如果擦满的话 我估计得上百个 对 行 那么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拿出一语他的孩子 看他直播间能不能搞得动 非常感谢马总对这个小主播的支持 好 来看一只灌风鸽叶马总家 集所有精华于一身的鸽子 这只鸽子的课题条件非常棒 为什么我说集精华于一身 就是上个作品 他的父亲是公棚决赛的六名 分宿鸽王的冠军 他的母亲是这只鸽子 他的母亲是云外水庄 决赛的冠军 鸽王的四名 他们俩直接生的我手里这只鸽子 冠军配冠军直升的 这个是父母的成绩 是精华 然后他的血统的话 更是精华 他这只鸽子里面 有老白眼的 战争老白眼的 还有考夫慢的 还有 这上面是保时节911的 还有母亲的 这呢是树霸龙的 树霸龙 还有制作869的 就是四路老主血 制作869 树霸龙 战争老白眼 考夫慢 这四路主血是马总加 俊华的 四个血统 然后这些年又引进了 制作86 又引进了 这个保时节911 保时节911的 我这个鸽子是五路 即五路鸽子 云一声 而且这个鸽子不仅仅是一个 很棒很棒很 我不能说 很好的总鸽演 我是自己留总的 这个鸽子演杀是特别好 因为什么呢 我就是看着他的个体跟眼睛 我把它留下来 而且这只鸽子哈 咱不是说抓到哪个鸽子都说好 但是这个鸽子上手是轻轻的 你看抖动性 你看是直接吃 直接吃 自己就像闪电一样的抖动 我感觉这只鸽子啊 不知道咱直播间有没有大哥啊 如果能把这只鸽子给拿走的话 我觉得啊 应该是正棚级的 就是我估计您这个五路啊 就是说这个五路家族 荣一生的 这只鸽子 他的整个家族 在国内赢奖金都行了 得有几千个了 几千个打过来 这个也就是 等一下看一下 那百万小姐 这就是跟他们都是一个家族 这是百万小姐的弟弟 直接作业 我是冠军 我是心动了啊 我是心动了啊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兜里条件不允许啊 今天晚上看看哪位大哥能把这只鸽子 有没有收藏的 一只熊鸽 而且非常年轻 对 他的父母也年轻 嗯 如果父母年龄不是那么年轻的话 可能就不拿到左肩了啊 这八年我是留着 有可能就是我这个鸽子留下来 有可能打上 就是打神旗的 他的后 我就用这只鸽子 然后再配下来 直接打神旗的 太到位了啊 太到位了 这只鸽子我感觉也是一个 以后还很年轻观念 一家鸽舍连续两年 在公朋友飞决赛冠军 是个什么样的体验啊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鸽子就是冠风 这张照片 19年 19年飞的决赛冠军 来 奖杯在这里啊 19年飞了决赛冠军以后 然后第二年 又飞了一个决赛的冠军 连续两年 还是一个学习 还是同一个学习 对 来 当然这只鸽子啊 这只鸽子也是 三关鸽王的13名 双关鸽王的5名 就马祖家的鸽子 真的是属于又快又稳的 品系哈 看我手里这只 不过这只鸽子更厉害 这只鸽子干嘛 是超速冠军 领先亚军 23分钟 领先亚军23分钟 对 都他们都一路血系 这个是已经被人拍走了 拍走了 这个因为属于超级冠军 就是这个 这一路哥的超分数的冠军 被人拍 对 然后这个都是20W被人拍走的 对对对 我手里这个也是20W拍回来了 然后呢 这只鸽子给我第一讲啊 他跟这个冠军 鸡肉 很相似 就是鸡肉比龙骨高 其实几乎是自己爆满 我们手扒的话 他自动牛腿胀开 肌肉真的比龙骨都高哈 然后这个鸽子的父亲 母亲这边都是考冯版的 是 然后那个21年的冠军 也是这一路的 21年的是 对 母亲的是纯的考冯版 父亲的是纯的老白眼 他的呢 就是基本上全是 看看这个腰 所以说这个鸽子真的是啊 我感觉这个公鹏飞冠军啊 这个鸡肉啊 还是要 还是要好 还是要感觉要 饱满的鸡肉 你看这个鸡肉 多饱满 啊 家里的这个冠军太多了啊 咱们陆续的为大家更新作品啊 今天晚上八点直播